理財最前線陪您放暑假了 從今天開始到6月27號為止 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理財最前線 就可以參加這次的 夏日限定抽獎活動喔 趕快到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理財最前線喔 軟姐也愛您喔 歡迎收看理財最前線為您站在第一線 我是吳冠龍 台北股市今天禮拜一啊 今天呈現開低走低收低的情況 包含像台積電 聯發科 廣達表現也是蠻不好的喔 那今天到底怎麼了 到底有什麼重點要來留意呢 這一集要仔細的看下去 我們先從外圍股市來跟大家做一個提醒喔 先看到說美國方面喔 其實他近期來講的話 他9月降息的機會是拉高的喔 這點是一個正面的喔 怎麼說因為除了說科技指標股票 表現休息這個是個別股票因素之外 在數據方面其實咧 在6月27號會公佈美國第一季的GDP的中值 6月28號會公佈美國5月PCE的數據 PCE這個數據是FED最重要的觀察指標 可以看到近期而言最新的FED升降息的機率 在9月份來講呢 降一碼包含降一碼以下的機率合計已經來到了66% 已經是超過6成喔 那看到說在11月份呢 這個降一碼跟降一碼以下機率加在一起也已經 這個超過這個75%了 甚至將近8成之多了 所以等於說不是9月就是11月要降息 這是目前市場的共識喔 再看到說一些數據的公佈之前呢 看到說美國第一季的GDP 這個公佈的這個初值啊 上一次是1.6%喔 那這個只假定說公佈出來的情況沒有修正很多的情況下呢 那代表還是一個軟着陸 第二個4月份核心PCE年增率2.8% 即使喔有稍微下修的話呢 市場也只會認為說那更加的符合降息機率高的一個情況啊 所以目前看起來結論就是軟着陸 那麼降息機率還是暫時維持是在9月份比較高喔 那這一點來講的話在數據方面的表現呢 對整個市場的信心似乎是比較正面的 不過個別公司的表現科技指標股票就呈現一個休息 剛剛講休息還講客氣 其實不只是休息啦是震盪比較劇烈喔 所以說Amedia下跌蘋果下跌 所以大家對於科技股票表現就會有些錯愕 因為看到說數據的表現會認為說降息是好事 可是個股表現不好就會想到說是不是啊 因為啊大家太對於降息放心了 所以在各個別股票方面的表現 稍微就比較那麼不給力的 這點就持續要觀察下去喔 那先看到台股自己本身的情況喔 今天收盤 禮拜收22813 下跌439點 這是今年第三大的跌點喔 跌幅1.89%將近2% 成交量4992億元 幸好跟上個禮拜五相比 成交量稍微萎縮了 這是稍微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那弱勢族群有IC設計喔 半導體與電子幾乎全部都跟電有關 那強勢族群有 綠能環保食品跟紡織幾乎全部跟 傳產有關 所以今天的結論就是電子稍微弱 傳產比較有抗跌力道喔 看到三大的一個表現如何呢 在跌439點的時候 外資賣了大賣451億喔 這是連續兩賣 這一點是不好的 那投信不離不棄之外 他是油賣轉買啊 雖然說中間有棄過兩天 這次來油賣轉買是很重要 回來買86.5億是兩賣轉買 那自營商是連兩賣賣了85億 等於三大還是賣了450億 但賣了450億呢 跌了439點 看起來似乎是比較同步的 所以接下來就要看到就是三大裡頭 尤其外資什麼時候要儘快回流 漲個點數才會增加 跌了點數才會收斂喔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說上次有提醒到嘛 這個缺口理論喔 這個缺口我講過不要被回補 因為會變成捷徑缺口 結果看到今天的最低點喔 跟這個缺口相差多少 僅僅差26點 等於說再跌26點 等於就把這個缺口就補掉了 如果補掉的話就代表空方佔的優勢啦 那短線上進來的 你看這四天的就會形成套牢的區間啦 這點就會變得蠻不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明天禮拜二就更加重要了 等於說這個下跌26點 盡量不要發生 那這是一個本週的一個重點 等於說這個缺口能不能不要來補 就是本週的重點工房 那看到說 KD指標過熱買盤開始觀望 過去只要上漲的時候呢 KD再怎麼過熱都完全不用擔心 但是問題現在狀況不一樣的 因為缺口確實已經面臨了回補的邊緣了 所以說對照下面的KD高檔的 死亡交叉就必須要放在心上 因為當他不斷向上走的時候 這個叫做KD高檔噸化 死亡交叉不成立 可當他能夠說被回補這個缺口 甚至形成連續四天進來的人 沒賺到錢的情況 這個死亡交叉就會形成一股壓力 所以這點一定要特別跟大家做提醒哦 再看到就是明日重要大事 除選席的重要股票有M31 美創金顶這些 那股東會有這個科技股的台藥 預創 那這個散裝的四維行 韓國的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會公佈 日本的5月份企業服務價格指數 跟美國6月資商會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以及美國4月SMP前20大城市 房價指數也要公佈哦 這個可以值得來做留意與觀察 那接下來看到就是台股啦 因為講到說外圍市場的情況 美國數據方面其實是對於這個降息是有利的 當然個別指標股票 因為漲多修正的情況讓大家擔憂 因為看到NVIDIA 看到Apple震盪加劇 那台股接下來有什麼底氣 在這個地方要支撐住 其實很單純就是看到我們經濟成長率 因為在大約一個禮拜前哦 台灣的這個主計總處有提到說 台灣的景氣今年的經濟成長目標 有機會接近到4%左右 可以說是這三年來最好的一個這個表現哦 我們景氣好這一點 渴望加溫這一點就代表說是確實的事情了 那這一點來就看到說 近期內資作帳會反應在什麼時候 就是在於說6月底 因為6月底在於說半年底 季底跟月底 所以說尤其是半年底的作帳行情特別重要哦 所以說這個內資作帳股反應在我們景氣好的情況下 你就可以稍稍緩解說國際股市國際的這個指標股票表現不佳沒關係 因為我們台灣景氣好 所以說只要看內資有動作的話呢 其實有些股票還是可以比較期待的哦 有幾檔股票舉例來看到像 立即精彩哦 創意東洋遠東新跟長榮行 分別代表立即是做這個 射頻前端晶片的 這是IC設計股票 精彩是做IC封裝 創意是做ESIC的哦 這個特殊應用機體電路的 東洋是做AM的汽機車零組件 遠東新是綁枝用的巨子力哦 長榮行是做空運的 這些股票其實 近期而言哦 五天哦 投信都是呈現 近買超 而且不是只有投信呢 這個叫內資 另外一個內資叫做自行商的自行買賣 也是呈現 近買超 並且在於說 五月營收也通通是月增 以及年增的情況 等於說又有投信買超 又有自行商買超 五月的營收又是 年月雙成長 那個別公司有個別公司的這個題材 包含像精彩哦 做封裝的精彩 本身來講他受到這個母公司 台積電的加持 讓他取得 美系手機大廠晶圓測試的大訂單 對他整體的營收 是有正面加分的 遠東欣 他本身是做港資用的巨子力哦 他本身來講他的客戶方面的這個庫存修正已經告一段落 歐美客戶重新重拾下單的動能哦 再看到是長榮航空 他是本身是做空運的哦 近期而言 他已經被列入 高股息 ETF概念股票 本身公司也掌握到貨運的需求跟過去而言有所不同 有特別提醒到說 受到AI的加持 情況是來自於說呢 像是亞洲 非歐美的這個尤其是在 伺服器的這個出貨的這個數量啊 明顯的大幅成長 貨運需求大幅成長 電商的這個需求也是蠻好的哦 所以他看好整個下半年的貨運的發展 好的以上是整個這個相關的這個 內支作賬股票 以及這個整個有這個 個別的這個基本面優勢的股票 給的這個介紹哦 好的 那看到這邊哦 相信各位也一定覺得說 盤勢雖然震盪 不過持續關注我們節目的投資朋友 都會覺得有所收穫 你可以持續做一個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掃描QR Code的動作 接下來哦 大家關心的是在賺錢之餘 這個防堵詐騙 也是應該要做的動作哦 向詐騙集團宣戰 自己要怎麼做 才能夠自保免受害 關心這個議題的 請持續留意 9點的理財最前線 趕快到影片下方留言 我愛理財最前線 就可以參加抽獎哦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 有價證券無不道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詐騙超絕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LINE群組 都是詐騙 請拨答165反詐專線求證 詐騙集團宣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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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詐騙集團宣戰